會在萬里區的馬樹路上 在通往北28線道的路口 有一座鐘塔設立在三角安全島上 而這一座安全島 當然也有許多的綠美化植栽 不過附近民眾卻說 日前市府家通局 在進行紅綠燈耗製管線工程時 將其中的一座耗製 設在這一座安全島上 而在施工完之後 卻沒有將挖掉的綠色植栽 給復原 相當誇張 原來樹的洞得很漂亮 他挖這個洞 拆這支條下 你也要恢復樹 種回去 一個大洞 有這樣的政府 很不好看到 這個施工也要一個道德 一個良心 就做這樣子 區政諮詢委員表示 他就住在附近 而日前看到工程時不以為意 不過在施工之後 就留下眼前的這一塊缺口 不但是相當的不美觀 他也痛批 當初交通局在完工之後 是怎麼驗收的 施工品質可以如此的差 就是要恢復原狀啊 你樹要種回去啊 挖一挖這樣就跑掉 錢清掉 研修是怎麼研的 保障是怎麼清淨的 這算是否則 算是研修的 這算是否則 一個牌子就是102年交通耗製地下化工程嘛 工程品質是這樣 這個新北市政府 說升格變降格啦 眼前的這一處路口 仍然來車網 也是連接基隆與台北的路口 但是這樣子的施工品質 卻讓這裡變得相當難看 他也質疑工部門 根本沒有做好包商監督的責任 也希望未來能夠加以改善 這下是段E萬里裁判報道